旅行讓我成長 讓我認識台灣 我的家 台灣很大 啟動背包客的好奇心 會發現368鄉鎮各自迷人 台灣很小 一天就能從海岸直達山巔 只要帶上你的冒險精神 踩踏或健行 是感受土地最適合的速度 品嘗風土物產 也會咀嚼到人情溫度 我是Windy 我在港督 這次我要一邊參加高雄馬拉松 一邊認識高雄100 背上行囊打開新房 跟我一起GoGo台灣 歡慶打狗更名高雄百年紀念 在1月底執行的高雄馬拉松 路線設計也橫跨許多 高雄百年經典場景 從市運大道出發 除了蓮池潭 龍虎塔 愛河等代表性地標之外 也會跑經高雄城市之費 中都失地 跑友可以一邊享受 都市綠洲帶來的清新空氣 一邊感受生態多樣性 除此之外 這次也是高雄馬 首次跑進高雄港區 港區內時尚潔白的建築線條 會接連不斷映入眼簾 再加上西子灣海岸線風光 高雄的山 海 河 港 一次擁有 路跑比賽之餘 還可以多安排幾日小旅行 好好認識高雄 我覺得高雄的舊城牆 整個保存得非常完整 而且前面的護城河 真的還流著水 完全就是重現了一點那種 讓你有歷史想像的樣貌 其實要認識高雄 真的就是要從舊城牆區開始 因為它也是全台灣保留 最好的舊城牆之一 不過聽說這裡 其實是有雙城故事的 這個雙城故事 是怎麼樣的雙城故事 也是我們今天好好探索的重點 王大哥 妳好 我來打擾妳了 妳好 王大哥 我知道高雄最早發展的地方 其實是鳳山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塊 就是以前 舊的歷史模擬的模型 應該就是鳳山的領域吧 對 就是鳳山的舊城 鳳山的舊城 這個是鳳山的舊城 那也是在鳳山 也是在鳳山 它叫鳳山縣 但是今天叫做左陰 以前的鳳山叫左陰 左陰 跟現在的鳳山又不一樣 就是所謂的鳳山 那個是清代叫做鳳山縣 鳳山縣其實非常非常地大 鳳山縣相當於 我們今天的高雄市跟屏東縣 這麼大 所以它叫鳳山 鳳山縣 它一定有一個縣政府所在地 對不對 就是縣城 這個縣城最早最早 就在左陰這個地方 所以它叫做舊城 後來又搬到今天的鳳山 所以它才叫做新城 原來如此 是的 所以我一直以為說 鳳山 現今高雄的鳳山 是發展最早的地方 但其實嚴格來說 應該是現在的左陰 沒有錯 就是這個地方 是最早的發展地方 對 後來因為大家也 不能稱它叫鳳山 因為混淆 所以基本上這邊就被叫做舊城 對 為什麼要搬來搬去的 舊城跟新城 這個搬遷的原因 是戰亂嗎 還是 一開始 新潮是不讓台灣人蓋城 後來是因為爆發了 朱憶貴事件 所以 所以朱憶貴事件爆發之後 當地的人都覺得說 他們都沒有城牆來做保障 所以基本上後來就開始 蓋了一個土城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 黃色的 這一塊土城 土城有一個有趣的東西 我們從這邊這樣子 一直看過去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城其實 因為沒有錢 所以基本上當初要蓋城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城 跟把這兩個山連在一起 就是用山來做屏障 剛好山的這一塊 我們就不用花錢嗎 對 不用花錢 但是來攻打的人更聰明 他就從山上面 爬上面就過去了 所以基本上 大家就發現這樣不對 欠招拆招的概念 而且他進去以後 就把這個城攻破了 攻破以後大家也覺得 這裡好像不太好 而且再加上說 其實真正商業 比較繁榮的地方 是今天我們鳳傘那個地方 因為它是平原的中心 所以大家就說 我們就搬去那裡好了 所以所有的人就搬去那裡 搬去那裡 久了以後 就只好承認說 你搬到那裡去了 所以就在那邊蓋了一個城 那就是鳳傘的新城 對 那鳳傘新城蓋在那裡以後 盜匪還是會來 對 他還是會找現城打 所以他還是繼續打 然後打了以後 很快地就把新城給攻下來了 所以新城又殘破了 其實想來想去 這個地方好像比較好 因為這個地方又有山的屏障 所以比較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回來 再蓋一個城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鳳傘的舊城的第二版 其實是最新的這個城 而且那時候也就不用偷嘎醋了 就比較先激一點 就是用石頭 那個時候基本上是個 最現代化的城 就很難攻破 但問題是 這邊不繁榮 對 所以大家覺得說 百貨公司在那裡 商店街在那裡 酒店在那裡 我們幹嘛要來這裡 只有市政府在這裡 對 所以大家 誰要去市政府逛街 誰要去市政府採買 誰要去市政府約會 沒有人 對 所以大家就不要了 就不來了 不來了 所以就算這個城蓋好以後 它還是放在這裡 這可以說是台灣 在 憲服是蚊子館就對了 沒有人要來 連憲太爺自己都不來 它唯一的功能就是 北京在發現 清朝政府發現的時候 地址是寄這裡 但是實際上郵差也知道 要送到哪裡去 所以連郵差都不來 對 都不來了 連郵差都說 這沒人修信 然後就直接 所以那邊就等於是空蕩蕩 沒有錯 所以真正到最後的 鳳山縣政府就還是回到 原來鳳山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 好像整個就是 在左營這邊的這個城牆 這些爆村 那很完整 也跟這個搬遷是有關聯性 原因就是說沒有人要 所以也沒有人會去破壞它 然後 敵人也不來攻擋它 敵人也不想要它 也不炸它 1895年日本人來了以後 日本人的 南部的中心 還是放在今天的鳳山 那邊要蓋馬路 蓋新的縣政府 蓋新的公共建設 所以很快就拆 這邊沒有人要理它 就一直擺在這裡 一直到後來 因為要在這旁邊蓋左營軍港 所以才拆了一部分的城 大概有 三分之二的城 是完整地留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就是因為沒有人要用它 所以這個城就被留下來 其實我覺得歷史這件事情 真的非常有趣 它在以前的地位跟現在的地位 還有以前的成因跟現在的成因 其實可能會因為時光的推移 而有所不同 就像剛剛王大哥說的 它以前是一個蚊子館 大家就覺得 我們現在講蚊子館 是一個負面的名詞 可是也因為它是蚊子館 所以我們現在後人才可以看到 以前的生活原貌是這樣 沒有錯 是的 因為有左營鳳山這一部雙城故事 意外地讓高雄舊城區保存完整 成為橫城古城之外 別具歷史意義的中式城池 原本消失的西門 隨著自助新春拆除 在2014年3月發現了城牆和城門遺跡 也將舊城原貌勾勒得更完整 除了藉此認識清代城市規劃 透過館內的模型 AR體驗 還能科技化 拼接文物 重現歷史風采 其實王大哥 我們看到保存完善的這四扇門 東南 西北 目前是只有西門被拆掉 西門被拆掉 對 其他三個城門 其實都是可以看到很完整的樣貌 對 沒錯 這樣仔細一看 怎麼好像拱城門 跟大家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拱城門其實是最特殊的 就是說它其實在台灣的城門當中 它是非常非常特殊 因為它有兩個門繩 為什麼要放門繩在橋橋上 這個其實確切原因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有幾個說法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因為北方這邊其實是 比較有邪氣 所以要有兩個門繩幫它擋住這些 震煞 對 震煞 把它煞震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 因為縣府就在這邊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大關進去 所以要有兩個 四位在這邊迎接他們 對 所以但是 到底是哪一個說法 其實不太清楚 但就算是公營的話 以前就是現在他也不來 對 他也不走這一道 然後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城牆它的建材 應該都是高雄的古老石 對 那為什麼 石頭既然古老石好用 就地取材 為什麼全部都用古老石 上面還要用紅磚 就上面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它很寬對不對 對 它很寬 那個其實叫做馬道 就是以前 你看有一些電影 在打仗的時候 那個馬可以在上面跑來跑去 所以它要比較寬 那比較寬 如果你石頭在上面的話 你石頭跑來跑去 其實很不方便 凹凸不平 對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用紅磚來做 比較平整 方便大家就是快速地推倒前進 對 就是來做一些防禦的 準備工作 因為台灣的城牆 基本上大概都不存在了 所以這邊其實是比較少數 可以看得到說 原來清代的城牆是長這個樣子 對 透過這樣一座城門 一座城門的整個點點滴滴 慢慢去認識還有去了解 當時人員的生活樣貌 真的是一件 沒有錯 重建 真的是重新建成 對 重新建成 對 人家以前古代在建成 我們現在也在建成 沒有錯 要認識高雄除了在舊城區 去瞭解雙城故事 再隨著時間的推移 不能不認識高雄的開港歷史 而且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又靠近英國理事館 它其實真的就是認識 我們的高雄開港最好的所在地 是 沒有錯 高雄市其實基本上 有一個歷史上很大變化 就是開港 以前原本 像我們剛剛講的鳳山的城 它其實是一個平原的產物 所以中心是在平原的中心 但是到了開港以後 高雄市的中心 就整個移到了港口邊 所以這邊其實以前也就是那種 外國人會聚集的地方 對 沒有錯 這個地方其實基本上 所有的外國人都在這邊 不管是領事館 海關 甚至他們的倉庫都在這邊 可以想像那時候就是 各種多國語言交雜 但此次 絡繹不絕這樣子的感覺 非常地有聚盛況 是 沒有錯 包括我們的英國領事館 其實它所象徵的不只是開港的意義 其實它也是台灣 可以說是近代的 西式建築當中 年代最久遠的一個 對 它是台灣所有西式建築當中 第一個是由英國人來設計的 因為以前我們說的洋樓 很想就是 看到外國長怎麼樣 然後大家就模仿它這樣 但是因為它是英國領事館 所以基本上是英國政府所設計的 它就是一個道道地利的 英式建築 品味純正 所以來到這裡不但是認識 高雄的開港歷史 這棟建築也不能錯過 我們去看看 好 開港通商 不但是高雄發展的重要里程 也使台灣對外貿易 擴大到國際市場 茶 糖 樟腦 都是當時的主要出口貨物 尤其當國際糖價高漲時 售船頭碼頭更是人身鼎沸 各國船舶到達後 就得到領事館和海關 處理相關事宜 領事館前的仿真蠟像 就是描述少船頭1879年的歷史街景 而現在的領事館園區 則包含領事館辦公室 及領事館底 中間以登山古道相連 走在古道上 還能與手潤領事史溫猴相遇 這位就是 Mr.Sweetow 頂頂大名的史溫猴 就是英國的領事就是他 對 沒錯 為什麼史溫猴先生 他旁邊還有很多的猴子 圍繞著他作伴 他在這邊生活太孤單了是不是 史溫猴其實是個非常有趣的人 一般人講說他是 第一個英國領事 所以基本上他很重要 但實際上 他的重要性不止於此 就是說他最重要的是 把台灣所有的這些動植物 介紹到全世界去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博物學家 他最大嗜好就是 到處去採集標本 他來到台灣以後 就覺得不得了 這簡直是天堂 因為台灣基本上是 從溫帶到熱帶的東西 通通都有 他有很多時間 就每天上山 下海 去採集各式各樣的動植物 後來把它們 寄到英國去發表 台灣的彌猴第一次出國就是他 他就抓了兩隻彌猴 送到國外去 透過史溫猴 大家才知道台灣彌猴 那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現在有名的 比如說像藍覆賢 這個也都是史溫猴介紹 而且它的命名 英文名字其實就是 跟史溫猴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常常在山區說 這也是台灣代表性的 一個鳥類 或者說 台灣代表性的哺乳類 其實都跟它有關 它手上那隻蜥蜴也是 對 也是 它的名字 英文名字都是跟它有關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講說 這個東西的文化交流 或者是說你開港 然後造成這個城市的發展 它在無形當中 其實也連帶推動了其他 不只是經濟 就是可能包括生態 可能包括是森林 可能包括植物 沒有錯 包括文化各方面 沒有錯 不只史溫猴對台灣影響盛大 整個哨船頭海關 教會 衣館 帶來的西方文化 都改變了高雄的風貌 而另一端 西子灣區中山大學的位置 也譜寫著不同的發展史 說到西子灣 大家會想到海水浴場 大家會想到中山大學 但是西子灣 其實跟我們剛剛所介紹的 哨船頭那邊的英國領事館 也是密不可分的 不過這我就覺得很好奇了 因為感覺 開港是開那邊的港 跟西子灣這邊 有什麼樣的相關聯呢 這就要請一致來幫我們說分明 哈囉 一致 妳好 一致 這個西子灣這邊跟哨船頭那邊 其實是隔了一座山對不對 對 沒錯 那怎麼會隔了一座山 在以前來講 應該是很路程遙遠的 怎麼會說他們是相輔相承的 是 因為當時在清代的時候 因為列強入侵中國的關係 所以這邊被迫地開港 這邊的海水不能飲用 所以他們就在山腳下面 一個叫打水灣的地方 來取乾均的泉水 所以等於說 這邊有一點點像那邊開港了 這裡是他們延伸過來的 生活覆地這樣子 是 這次來除了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哨船頭那邊 跟西子灣這裡的相關人之外 我知道現在中山大學裡面 還有一個 旅遊的新亮點 沒錯 要請一致帶我去看一看 在大學裡找旅遊亮點 我覺得這也挺酷的 是 有勞到你了 沒問題 沒問題 就在前面而已 我覺得也太酷了吧 在校園裡面竟然有防空洞 而且這防空洞 還不是小小那種你鑽進去的 是很大的 已經我覺得到了 類似坑道的一個規模了 沒錯 就是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在港區的一些 囤放彈藥的部分 都移送到我們的 旗子灣隧道裡面 在戰後 國民政府前波來台 他們擔心說 中共會不會有一天打過來了 所以在裡面 也陸陸續續徵建了 這個防空設施 也是希望說 在這裡也可以作為一個 我們高雄港戰時的指揮所 還有研發組 然後有會議室 所以不只是進來 就是做臨時的 感覺好像是可以 常設使用也OK 甚至連 連人事事也有 好完整 就是一個地下辦公室的感覺 沒錯 太酷了 二戰時期就被拿來作為 軍事防空洞的 西子灣隧道 經過國民政府的三次改建 擴建成可容納 2000人的要塞 因此內部錯綜複雜 隧道不只能橫向行走 還能上通地面 相當神秘 目前也只能透過 預約導覽的方式 才能進入一探究竟 這邊就出來了 沒錯 太神奇了吧 我 就端到社區裡面了 然後就來到一個 好像 好像就是真的是 人家家的感覺 對 等一下我們會往前走 古道和水道交會的 歷史場域 一致 古道就是你剛剛跟我講說 我們走出防空洞之後 是流民傳規劃的古道 是 水道是什麼意思 我剛剛也有提到說 我們在這邊 因為清代開港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的外國水手 他們要在這邊取乾淨的泉水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 從壽山下面流金的湧泉 然後它就稱為水道 對 結合剛剛的古道 它就是一個交會場域 所以我們現在腳下其實是 那個湧泉以前的流金所在地 就對了 這樣子我們走了古道 走了防空洞 來到了水道 可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觀光亮點 又要再往哪裡繼續長 我們等一下往上走 還要再往上就對了 好 好 運動一下 登山街60巷 不只是古道和水道的交會 也包含了日治時期 高雄竹港出張所的 古老石波坎 以及戰後山城聚落一構 漫步其中 處處是時光痕跡 而中山大學新興的旅遊亮點 也就在往上走的不遠處 這實在是有點難以想像 就是我們要在大學裡頭 玩溜滑梯 然後這個溜滑梯 還是可以穿越 歷史場域的溜滑梯 連這個溜滑梯的滑板上面 都畫了這個 歷史場域的一個象徵的圖樣 除了這邊有水道 跟古道的交會處 我們可以在沿途欣賞 整個山城聚落的美景 在這裡好像穿越時空的感覺 可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教育對比 就是說你念到了大學 你可能已經上失了一些統心 就是來到這裡 尋找那個你還是幼兒時期 玩溜滑梯 統心問你 的這種天真 然後又可以認識我們的歷史 沒錯 尤其我們這個溜滑梯 是全國最長的一個滾輪式溜滑梯 那它會很可怕嗎 怎麼想像成這樣子 是什麼意思 看每個人 他們都對可怕的定義 好 我很期待 因為沒有想過說 都會覺得玩溜滑梯 是要體驗當下溜的刺激 但是在溜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可以分心地 去關注一下歷史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難度 也是一個挑戰 好 出發囉 因為我的體重比較輕 所以就是我滑行的速度很慢 可是也因為我滑行的速度很慢 在這樣子的速度當中 真的是看我們的歷史軌跡 是剛剛好的 因為它的整個溜滑梯上面 又做了綠色的拱形 在這個綠色的圈圈裡面 真的就好像是時空隧道一樣 從這個隧道 從這個溜滑梯這樣子圓拱形 你往外看 真的都是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山城移民的村落 然後包括我們一剛開啟的時候 這個排水道 這樣一路滑下來 就真的好像是有一點點 我瞬間會覺得自己 幫這一切的場景 加上了一片濾鏡 加上了一個很懷舊的濾鏡 然後因為旁邊都還是維持著 滿純樸的樣子 很日常生活居民的樣子 所以真的是有在 時空隧道裡面穿梭的感覺 這跟一般在其他地方溜滑梯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哈馬興一帶是這次 我們高雄馬拉松 會跑經過的一個區域 其實我自己 每次來高雄旅行的時候 我跑步我也滿常經過這個區域 一方面因為它路線很平緩 另外一方面 哈馬興其實 它是非常重要的 高雄發展時見證地 對 因為你跑步會非常平緩 是因為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 人工填造出來的區域 所以填得平平的 對 是平平的 跑起來很好跑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旁邊有鐵路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它的鐵路 其實就是高雄市發展的 最重要的關鍵 不只是鐵路 其實哈馬興 我知道它是冰海鐵路的意思 所以它等於說 除了鐵路之外 它把台港這個發展的經濟要素 也融入了 對 就是哈馬興 就是日文的哈馬興 就是冰海的鐵路 冰線鐵路 最早的時候高雄港 其實基本上它是一個 很崎嶇的地形 基本上貨運其實都很難出去 所以後來日本政府就在這邊打造 就是把原來在比較偏遠地方的鐵路 他們就築了一個人工的填造地 就是海埔新生地 然後把鐵路一直連線 引到這邊來 引到這邊來之後 跟新的高雄港 整個連結在一起 所以後來高雄港才開始一飛沖天 所以就開始到這個鐵路 其實它的線是一路一路到 最後到港口那個地方 所以一路就可以看得到港口 然後火車就在上面跑 我們現在看到的火車 其實基本上 以前就是載貨的火車 對 所以貨運就一直進來 所以就造就了高雄整個繁榮 這樣 而且現在我們還融合了 輕軌這個交通要素 所以其實我們講說 高雄文藝復興 這個算是高雄文藝復興 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所以大家來到這邊 不管你是跑步 還是慢慢散步 我覺得都很有味道 鐵路帶動發展 讓哈馬興擁有許多的高雄第一 日本人在此設俊義所 讓它成為高雄最早的行政中心 它有高雄第一條 現代化整齊的街道 也是高雄最先使用 自來水 電力的區域 是產業的重要樞紐 現在輕軌和懷舊火車頭 並存在這裡 也成為旅人的避坊景點 歡迎來到金融第一街 王大哥 其實這一個區域 就等於是當時最煩惱 然後我們現在所佔的這個大樓 可以說是黃金地段 它是樓王嗎 對 所謂的金融第一街 就是因為以前前面這條馬路 剛好是火車站前面的馬路 所以同樣的 火車站前面的馬路就是萬商雲集 很多的金融機構就會通通都排在這邊 所以基本上叫做金融第一街 我們這一棟大樓 進出口同業工會的基地在這裡 所以也告訴它說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商業聚集的地方 我覺得它現在 直到現在也都還象徵著說 我們高雄經濟發展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枢紐 是 沒有錯 所以附近其實都是一些 金融集團的進駐 所以現在貿易商大樓 其實它因為是戰後蓋 所以它是特別地高 所以從頂樓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很多哈馬丁附近的風景 它整個入口處就挑高 非常有氣勢的感覺 有氣態 好像走進去也覺得 我們是打官賢貴 我們一起走走 可以 對 你看這樣 有沒有覺得好像應該要鋪個紅地毯 歡迎我們 大門挑高氣派 但貿易商大樓同時也展現出 樸實簡單的氣氛 直立細長的牆面飾條 沒有華麗裝飾 外牆洗獅子 室內磨獅子地板 木造門窗等等 在2018年修復啟用後 也呈現出自然的復古文青風味 相當迷人 我覺得來到貿易大樓的四樓 真的是非常地有風味 這裡的整個屋頂 然後那整個木造結構的感覺 會讓你好像時光倒流倒流 回到了很久之前 沒錯 這邊整個都是 以日本時代作為它的訴求 而且我們在這邊竟然是品嘗 就是非常特殊的冰品 這個冰品它是用這樣子 九宮閣的方式呈現的 看起來 真的好像我們是 很事業有存的商人 或者是被招待的達官 這個是非常巧妙地融合 日式的料理 跟台灣的八寶冰 所以剛好是一個九宮閣這樣子 對 對 而且它的整個製冰也是用一種 日式像料亭這樣的感覺 對 沒有錯 這些料好像都是自己泌釀的 對 這都是非常好的料 好好吃 因為高雄基本上 四季都跟夏天一樣 對 所以這個冰店其實 其實開起來以後就是 你四季都可以來吃冰 我都覺得我今天算太多了 沒有錯 昔日的金融第一街上 除了貿易商大樓之外 隔壁的舊三合銀行 也是搶眼的復古建築 它結合了日本傳統設店特色 與西洋古典線條 歷經了34銀行高雄支店 三合銀行 行兵派出所等階段 現在則以咖啡館的樣貌 從縣市人眼前 這裡面真的還是保留了 銀行的格局 這邊就是辦事的地方 對 以前辦事的地方 以前辦事的地方 但它應該有重新再打造過吧 沒有錯 就下面的東西是留著的 上面的東西是重新做的 但是就是像以前的櫃檯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確實還是 以前櫃檯辦事處就對了 有把它留存起來 對 好有味道 其實在重新復刻 整個銀行場景的過程當中 好像也融合了滿多工業風的元素 是 他們整個的裝潢 其實基本上工業風 佔了一個非常大的元素 一方面是把銀行的樣貌再出現 另外一方面也象徵金融第一階 它其實跟工業革命 跟整個經濟開始復蘇 發展什麼 都非常地有關聯 就是跟現代化 這邊其實是高雄市的起源地 就是基本上它是 我們講今天所謂高雄100 它整個高雄現代化發展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它跟整個工業發展 其實是有密切的關係 保存原有格局之外 三合銀行的重建 也參考了 東京三菱一號館美術館中的咖啡廳 融合懷舊與新潮 而且除了原有的櫃檯 霸台區也是仿造銀行櫃檯設計 加上後方牆面的蒸汽旁客風 既復古又華麗 在銀行裡面 連享受下午茶 都有一點尊榮和浮誇的感覺 像他們的點心是金條 金條我買不起 我用吃的重心吧 這個金磚蛋糕好可愛 而且我知道王大哥 你的這個咖啡 它是從金庫裡頭出來的 是從冰庫裡面出來的 所以它上面叫做 百年金庫冰地咖啡 是利用原本銀行裡面的那一個 像是保險櫃金庫裡面 然後來製作咖啡 以前金庫裡面是放黃金 現在是放咖啡 也是慢慢醞釀的咖啡 就表示說這個咖啡它其實 如同金子一般的 那麼尊貴 那麼享受 而且我覺得還用這樣子瓶子 裝的感覺就真的很 很有復古感 真的很工業風的感覺 我這一杯也很浮誇 我這一杯是冷醉咖啡 因為它是用裝清酒的容器來裝的 所以但我們喝的不是酒 我們喝的是咖啡 然後它利用乾冰 來讓冷脆的咖啡裡面 除了有一點點醉意之外 也保持它的溫度 不會被冰塊破壞 這個它的口感上面 真的就是稍微比較淡一點點 所以不適合再加冰塊進去了 用這樣子的風格去 保持它原本的味道跟溫度 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它是 很清香的一款咖啡 就是說你有咖啡的香感 可是它不會口味那麼重 這個比較少喝咖啡的人 會非常喜歡 也是嗎 常喝咖啡的人也會覺得 是另外一種品味 黃大哥的如何 這個就比較醇厚一點 比較醇厚 所以兩種不同 因為這個就是 喝這個感覺又要是豪邁的 醇厚的 而且它是慢慢萃取 醞釀出來的 對 像是成功的商業家要喝 對 真的耶 而且我們現在在 就是品嘗下午茶 還有品嘗咖啡的這個空間 它就是以前那個VIP貴賓室 沒錯 對 所以就是 我應該穿禮服來 就本身就是貴婦跟企業家 企業家 對 在金融B街喝咖啡 王總 其實我想日本時期的建築 在高雄也留下來了非常非常多 不過我們現在 王大哥帶我來到的這一個 它可是很新興的景點 因為是在2020年的11月1號 才正式開放的 重新修復 蕭瑤園 蕭瑤園 這個蕭瑤園 但是王大哥說它是日本的建築 或是日治時期的產物 我會覺得好像哪裡 建築風格有點不太一樣 是 它的外觀其實 大體上還是像日本建築 但實際上你可以看到 它整個架構上其實長得有點 跟西方混的 甚至於說它的牆壁也是 那個時候流行的國防綠 其實是個綠色的 連瓷磚什麼也都是綠色的 所以基本上 它其實整個風格是非常地混搭 因為我們今天來講是說混搭 可是也有很多日本時期的建築 它確實已經融合了一些 仿巴洛克式的這種歐風 但我覺得它又跟那些融合歐風 又還有一點不一樣 對 就傳統的日本建築 一部分從西洋來的 西洋它其實是非常地 規律性地去繁 然後這個是非常地 不規律性的 混搭的 有的這個 有的那個 這樣子搭在一起 對 那這棟建築當初的由來 跟它的所擁有者是誰呢 是 這棟建築 其實它會這麼蓋 其實就是跟 當初的擁有者 其實是非常有關係 這個擁有者叫做大谷光瑞 它是日本的西本院士 就是等於是法祖 就是他們最大的這個人 它是所謂的法祖 就是它跟大政天皇 其實是有聯金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它的 它算是大政天皇的親戚 也算貴族就對了 但是貴族 然後又是西本院士 掌握權力的人 它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 到西域去拿了非常多的保障回來 對 然後 所以佛教 宗教上面 它也有所貢獻 宗教 然後所謂的探險 去冒險 所以它對於 日本以外這些東西 其實非常非常地喜好 所以比如說 它會來這邊蓋這個東西 是因為它想要發展樂帶農業 它對樂帶農業 其實有非常多的興趣 它也希望改良台灣的樂帶農業 這是它在高雄 蓋這棟建築的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這邊等於說 是它的宅邸 也是它的基地 也是它推廣農業的一個發源地 還有弘揚宗教 對 也是它的實驗場 就有關農業的部分 最有名的一個貢獻就是 我們現在所知道日月潭的紅茶 就是它帶進來的 我們那麼愛喝日月潭紅茶 可是不知道說原來日月潭 遙遠在南投那邊 跟我們高雄是有所連結的 是 就是它 也是1940年代左右是日本 所謂的南進政策 高雄其實是一個南進的大本人 所以對他們來講 帝國要怎麼往南邊擴展 其實他們心心念念的事情 他的一生非常地精彩 對 他的宅邸一定也非常地精彩 是 我們去看一下 這裡有長桌 這是他們的食堂 大家都在這邊吃東西了 就有這個食堂 這裡就是接待室嗎 對 這是他們的 算客廳 廣間 對 為什麼它的天花板這麼奇怪 是 他們整個建築都是非常奇怪 其實像這一間 它的建築樣子 它就說是一艘船 就是像一艘船 方舟 對 然後這方舟上面的天井 它是這個樣子 不曉得當初是 為什麼會這樣 是像海浪或什麼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 特殊的設計 對 它很像那個就是 什麼海綿紙做出來的 對 某一種牢作 然後 還用綠色 顏色也非常地奇特 對 就是說另外就很多 他們都是用盆來做裝飾 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整個房子裡面的東西 其實都是非常地混搭 可是只有這一間的天花板 是這樣子的 其他間又是不一樣 每一間其實都長得不太一樣 這個在台灣第一次看到 對 我相信應該 在國外也很少會看到 它會有這樣的設計 就是外表它也像是日式 但是其實走進來以後 乍看之下也日式 但是實際上就發現 它的細節統統都 不太一樣 對 確實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建築物 在逍遙園中 可以看到三種網代天井 接應式的這種 稱為石羽根 另外還有大谷光銳起居 是天花板的龜甲 和二樓牆面的竹邊 多樣性和精緻度 都相當罕見 此外在廣間還能看到 全台唯一的大谷光銳加輝 以及由日本借展的 逍遙園建成紀念瓷盤 瓷盤以台灣島嶼物產為主題 除了可以看出各個離島 和中央山脈 大甲溪 高平溪等地形地標之外 盤圓外圈還有鳳梨 柑橘 水牛 香蕉等物產 非常珍貴 我覺得這棟建築真的是 屋內處處有驚喜 我們參觀日式建築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既定印象 可是這一間真的是 你走到每一個角落 你都想說 怎麼又有一個新的色系 或者是又有一個新的色塊出現 這個藍白色塊 它其實很 大家覺得有點熟悉 但又覺得說 怎麼會出現在日式建築裡面 對 而且這麼早 是日本今年 就是2020年 本來東京奧運也是踩這個色系的 對 沒有錯 它叫做四松紋 四松紋 對 是江戶時代的歌舞技 然後它所穿的衣服 就是這種樣式 所以他們就被流行 一直留下 對 因為也是一個很經典的 日式表徵 沒有錯 可是它跟木紋 還有藤結合在一起 又很 感覺又有點跳動 但是結合的你也會覺得 還滿有趣 而且滿漂亮的 很前衛 我覺得 沒有錯 所以這棟建築 其實每一個人來 就是說為什麼它從 10月1號開放以後 其實有這麼多人進來 因為傳統的時候 你看到一棟新的 修復好的日式建築 進去當然你就會知道說 就是個 差不多那樣子 大榻米 大桌蛋那邊 然後喝個茶 然後吃個天子 但是你進來這邊 你就會發現說 怎麼每一個地方長得 都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對 然後才會知道說 因為這個人 他的這些事蹟上 其實是非常非常地奇特 這裡是大谷光芮的書斋 就是他的書房 沒有錯 然後上面還有 也不是寫日文 寫的這個是 梵文 梵文 它有意思嗎 它有意思 它叫做 如獅子王無所畏懼 西本院是佛教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好像是跟 佛法有關的 如獅子王無所畏懼 對 不只是大谷光芮的別地 更是罕見的建築與文化研究基地 從外到內 從顏色到花紋 從市面到木柱 處處可窺視主人家的個性與地位 除此之外 它也記錄了另一時期的重要歷史 王大哥 這棟建築有很多風格 我已經見識到了 但是這一幅我真的不懂 這一幅不就是少女漫畫裡的 王子與公主 怎麼會出現在這 這個主要是因為說 校園戰後的時候 日本就是戰敗 所以大谷光芮回去了 回去了以後 國雲總醫院就搬來這邊 搬來這邊以後 校園就變成院長的宿舍 後來國雲總醫院又搬出去 所以基本上這邊就有很多人 在這邊住 然後慢慢 它變成一個 它就把整個校園包起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以前 當初住在眷村裡面的 小朋友 土鴨 對 然後你們也把它原樣保存下來 是 把它留下來 對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現在 應該還找得到 是可以發起一個活動說 當初究竟是哪一位小朋友 現在他應該已經長大成人了 當然 就是說是哪一位 留下了這幅畫 你是歷史的見證者 然後你也被 你的畫作 也被保存在我們的館藏當中了 沒錯 這很有趣 尋找王子與公主塗鴉的創作者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其實這棟建築物被留下來 不光光是日本時代的回憶 其實還有戰後 居住在這邊的居民的回憶 所以都跟他們其實是在一起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說 走讀高雄的整個歷史 其實從清朝開始一直到日本時期 一直到我們的眷村時期 對 沒有錯 這棟建築它其實也都參與到了 很長的一個過程 沒有錯 高雄馬拉松沿線 邊跑 邊旅行 邊認識高雄 而且還可以品嘗到 最豐盛的福祉品 就是烏魚子 我的天啊 這吃了之後還跑得動嗎 會不會太豐盛了 蔡大哥 怎麼那麼福心 提供烏魚子給我們的跑者 作為福祉品 因為我們要推銷 我們高雄在地文化 還有我們的龍魚傘 對 所以既然大家來跑的話 就一定也要認識一下說 我們這邊是有台灣的驕傲 對 蔡大哥其實提供烏魚子 作為馬拉松的補給品 已經好多年了 10年了 10年了 謝謝你 但是會不會吃了之後就覺得 跑不動 因為太飽了 不會 烏魚子它的DHA跟Omega3對不對 其實可以是幫助我們補給營養 更有體力 馬上就是有一種加速的感覺 跑得更快 跑得更快 蔡大哥 你們既然這樣子 連續10年都提供烏魚子 作為馬拉松補給品 你們應該是要提前很久 來做準備吧 差不多在冬至前時間 就開始採購烏魚卵 再製作曝曬 所以曬烏魚子大概就是一個月前 就要先幫跑者們開始曬 開始醃漬 這個曬烏魚子 大概都要曬幾天 差不多7至15天 看烏魚卵那個大小 體積大小 跟天氣變化而論 不一定 7到15 那每天是要曬多久 看天氣變化 1小時至2小時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一天只曬1 2小時 我以為是曬一整天 不行 曬一整天的話 它內部組織會產生物理變化 會壞掉 氣溫差不多20度以下最好 差不多到16至20度最好 難怪一天只能曬1 2個小時 而且是不能太陽直曬 直曬是乾冷空氣可以 可以 紫外線曬 那是有加分 對 乾冷可以 我們以為就是曬這件事情 就是越熱 然後太陽越大越好 不行 它等於算是比較涼曬 冷曬 冷曬法這樣子 冷乾曬法 冷乾是最好的 所以其實你們等於說 作業時間也都比較早 譬如說很早就要起來曬一面說 氣溫升起來 要搶天氣 要搶天氣 就要早起就對了 對 擁有兩代漁獲批發經驗 蔡大哥用豐富的專業 自產自銷烏魚子 從直接新鮮處理 曬製都是一手包辦 也因為它是第一手賣家 品質更有保障 曬烏魚子的過程中 蔡大哥也格外仔細 除了曬 還要穿插壓這一道工 這樣子在幫烏魚子排隊的時候 也可以感受得到 它們真的是很紮實 蔡大哥 可是我們現在做這個動作 是為了什麼 為什麼要把它們這樣子 鋪在白布上 排得整整齊齊的 要把它壓得紮實一點 烏魚子吃起來 才會有Q彈的感覺 所以不是曬好就好了 不是 就是曬的過程當中 還要這樣子去壓它 對 每天都要 對 所以口感上面紮實 就會比較比較好 比較受歡迎 那這樣子 壓曬 壓曬 反覆大概要幾次 也不一定 也是看烏魚子的狀態 就是到全部製作好 到全部製作好為止 所以不曬的時候 它幾乎都是在被壓著的 對 不能停 而且我們現在所在的 這個烏魚子的房間 其實滿涼的 就烏魚子 因為烏魚子 剛剛那個蔡大哥有說 不能太熱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冷氣都是一直開著 給烏魚子吹的 對 網控烏魚子 它本身的溫度 它們中間要有一些間隔 是因為水分不要互相影響 是嗎 不是 是讓它在壓制的時候 也有空氣有沒有 冷空氣對流 保持烏魚子的溫度 原來如此 是為了對流 它空氣可以對流 是不是排得太鬆散 沒關係 沒關係 妳這個排起來算專業的 真的嗎 對 這很重 蔡大哥 這個幾公斤 20公斤 20公斤 這個平常沒有在中訓 還不能來你這兒打工好不好 而且要輕輕地放 對 我跟你講輕輕地放才是最難的 那麼重的東西 你要怎麼輕輕地放 這樣可以嗎 對 可以 很好 然後這邊也20 厚的這個才是20 再從那邊放 偏差不多兩噸 差不多要壓到200公斤 壓到200 所以要壓10個 這個是輕輕地放 好 不要開靠近 開靠近一點 這樣子 對 因為上面等一下還要放 120公斤還不夠 上面還要放 上面還要放 還要加 厚的 薄的這個是15 所以我要挑20的 對 要挑20的 這個才是20的 它小魚的 你們肉眼一定看不出來 這有多重 那個鐵罐還是我自己製作的 你們肉眼一定看不出來 有多重 辛勞工作之後 終於可以品嘗蔡大哥 引以為傲的烏魚子了 蔡大哥說 烏魚子最好的吃法是 1到2分熟 簡單汆燙之後 稍微煎至殺陣 只要煎到表面金黃 就可以上桌了 在產地吃烏魚子 就是可以這麼地豪邁 你看看蔡大哥這樣子一整片下去煎 然後又厚切 那個剖面的顏色 就真的是 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不過蔡大哥有推薦我們 比較不一樣的吃法 是要搭配著蘋果一起吃 對 為什麼 因為烏魚子本身是醃漬品 醃漬品的話 一定會有點鹹味 帶鹹味 蘋果那個甜味會 總和它的味蕾 會對臨體 我們也會比較健康 吸收得更好 其他水果不行嗎 不適合 不適合 蘋果最大就對了 那我們是要疊在一起吃 還是說一口烏魚子 都可以 如果是我兩個輪流吃的話 是要先吃烏魚子 還是先吃蘋果 先吃烏魚子 先吃烏魚子 然後再吃蘋果 吃看看 口感好扎實 而且真的是沒有腥味 不會 非常地香甜 好的烏魚子曬起來 它是不會有腥味的 它紮實之外 可是它咬下去又會 給你很鬆綿的感覺 就是它雖然紮實 可是它裡面還是那種 顆粒感真的是相當分明的 然後這時候再吃一口蘋果 會回甘 對 不一樣 感覺會不一樣 不一樣的感覺 剛剛單吃烏魚子的時候 真的就是覺得 那個風味是 香 比較香 鹹 然後口感好 可是多了蘋果之後 就是會有一種甘味 會有一種很甘甜的風味 比較像是海風吹拂過的 那種香氣 就是慢慢慢慢地飄 真的有搭 有搭 果然是好家吃法 沿著高雄馬拉松路線 尋找高雄100的點滴歷史 讓旅行這件事變得熱情 同時也深厚 這項高雄從打狗一路變身 一路發展 熱情而深厚的特質 卻百年如一